许久未见盛世想念 这里是加密阿发 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2025年 3月25日下午的6点18分 很多Web3项目需要频繁的签到操作 甚至是测试任务 对于我们这样的Web3黑奴来说 重复性操作可能会损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时候一个模拟键盘鼠标操作的工具 KeyMouseGo能够极大的简化这一流程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KeyMouseGo 实现简单的自动化操作 OK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这支影片的教学 首先KeyMouseGo的话 软件已经上传到Google Driver 自取的话是在这个链接上 这个链接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页面 它当前支持的版本是Windows版 并不是MacOS或者是Linux版本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版本的话 并且你担心有病毒 就是这一个链接 我自己轻视了一下 是没有任何病毒的 你也可以自行的谷歌搜索一下 GateHub当中应该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为大家整理了第二个下载的那个地方 它就是GateHub上的KeyMouseGo 5.2版本 相较于它之前的这个版本的话 是要更加先进一个版本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 我们是可以下载Linux MacOS以及是Windows 那我们这边的话 今天电脑是Windows啊 所以我们以Windows的例子来给大家举一下 那首先首先这里点击一下下载 对应呢 它会反正就是在下载记录当中可以查询到 下载完成之后呢 由于当前我的电脑没有进行下载的设置 所以它会体现在我们系统版当中的下载 我更建议你在这个方向上呢 在其他的磁盘当中 不是系统盘啊 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好之后呢 叫我们这个KeyMouseGo的话 版本就是软件 移拉到这里 然后点击一下开启应用程序 那点开之后呢 它会是点击一下运行啊 它会是一个这样的初始页面 然后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开始和录制 暂停录制的话是F10 我们要记住这些热镜啊 因为后续的话是有用处的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 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启录制了 但在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先筛取一些可以进行这个操作的 比如说空头项目或者是其他项目也好 比方说这个BlockJoker 它今天的话发送一条关推啊 是核实的部分存在异样情况的玩家 意思就是说 它可能是茶女巫的一种形式吧 那也证明了它空头即将是开放 因为我们都知道RGB协议已经上了嘛 BlockJoker的话 它肯定抓了这一波热度也要发空头了 那在这个方向上 这是第一个项目呢 这是第二个 它每次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呢 都会有一条信息啊 就是说即将快TGE了 需要我们在尽快时间内然后去做 那在这个方向上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那我说 我们尝试将这个页面刷新同时翻译成中文 你就可以知道 它这个上面显示的是TGE即将到来 所有社交账户都将接受验证 大家可以期待一波 这是其中第二个项目 第三个项目的话 是我们之前发过很多期视频的BeamAble 之前我们打的是POG的NFT 今天呢 在这个方向上呢 更新了一些daily 每日的签到以及相对应的Quest版本 就是不同的任务 在这个方向上呢 有很多很多社交类型的任务 大家看着头皮发码 不过好消息是 所有的社交类型任务 都是可以进行假操作的 同时 它的网站也没有那么卡了 像就现在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交互会比较流畅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使用到Keymos Go 来进行到一个录制 那在这个录制之前呢 还是要记住一下这些热键 F10的话是开启录制 F9的话是中子录制和执行 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开始 不过在开始之前呢 一定要先跳转到 我们的第一个页面板块当中 那还是要有些规划的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 我们今天要介绍项目 这是第二个 然后这是第三个 那今天只是列举这三个了 后续肯定你还会有更多的添加的 那我们来继续进行 首先Keymos Go 点击一下开启录制 那么目前它就会跟随我们鼠标的操作 来进行到一个录制 那这里我们首先来到 Block Jocker的版本 这里点击一下 Start Mini 它这里其实就OK了 它自动会帮你挖取的嘛 这是第一个项目 第二个的话是进入到 这一个测试网挖矿 那再开始之前 那我要进行一下 那个中英文切换 不然它会等下网页会爆错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都是默认为已经做完的 主要就是将这一个选择到Trust 然后这边的话流动性池的话也选择到这一个 为什么选择它呢 是因为它这里增加的这个数量是最多的 那我们这边点击到Start Mini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去帮我们赚取对应的KID 这是第二个项目 第三个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还是要给它一个假操作 如果你第一项任务没有完成的话 第一项任务点开 然后相对应的点击到这一个 我这里虽然显示到Completed 但是还是可以点击做的 这边完成之后呢 将这一个页面刷新 然后这里应该会出现一个Claim 我们这边要点击一下 它这里会默认为我们已经点击好了 然后对应的再转移到我们这一个板块 任务板块 Delay的话怎么去操作 点击一下 然后页面下来点击到一个Claim 这里去收集一下 然后相对应的再返回到Quest的版本 接下来开始做第二项 第二项的话就是一样的 点击一下 然后页面滑掉 进行刷新此次的页面 然后就可以收集对应的奖励 然后这里点击一下Close OK了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实际的演示会怎么样 在开始它模拟操作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将页面复原 那这个复原的意思就是说 保持最开始点开的那个状态 比方说BlockDrocker 我们一开始点开的话 就是在最顶上 我们并没有把页面下拉 因为它还不算是特别智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归远 相对应的页面 同时第二个的话也是最顶上 然后第三个的话BeamAble 我们最开始打开的应该是Quest的任务板块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这个热键的用处是在哪里 那我们来到对应的BlockDrocker 同时我们刚刚一开始视频演示的时候 是我已经点了Stars Mini 但这里的话我已经取消了 因为轮到了后期视频的演示 好我们这边开始一下启动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鼠标操作 是到底怎么样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下一个小铃标 是有一个大小铃标 也就是这样的 最后一开始的按钮 是个小铃标 是一种小铃标 是一种小铃标 的一种小铃标 就会有两种小铃标 然后再有两种小铃标 是一种小铃标 就是一种小铃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终止流程的话按下F9就可以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本期这影片对你来说 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 还请高抬贵手一键三连 你完全可以套用这个公式 在你的任何浏览器当中 比如说你多开了一个Google浏览器 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操作来的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很多现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ate Gate.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信任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信任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 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 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